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训的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尽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有人说 上帝给你两只耳朵 一张嘴巴 是有原因的 聆听是个非常重要的生活技巧 辅导员告诉我们 要聆听彼此的心声 属灵的领袖们也告诉我们 要聆听上帝的话语 但很少有人会说 要聆听自己的声音 我的意思不是说 内心的声音总是对的 也不是说 不需要听上帝和其他人的话语 我指的是 我们需要听自己所说的话 为要知道他人 是如何理解我们话中的含义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若他们知道这个中故 那该多好啊 但在那些 充满着神迹奇事的岁月里 他们却只知道抱怨 虽然他们需要饮食 是理所当然的 但他们要求的方式 却很差劲 当我们的心里 怀着恐惧 怒气 无知或骄傲时 我们所表达的 即便是事实 听者也会感觉到 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情绪 可是他们不会分辨 这些情绪到底是出自爱和关心 或是轻蔑和不屑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冒着被误解的风险 如果在说话之前 我们先聆听自己的声音 就可以在出口伤人 并让上帝忧伤之前 检视自己的内心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帮助我 每次开口说话前都能三思 帮助我控制自己的舌头 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才不致造成纷争 求你管理我的嘴唇 让我口出良言 从愤怒到平静的小秘诀 面对争执的时候 鼓励你 先不急于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是耐心聆听对方的想法 甚至可以重复他说过的话 以确认自己理解他的观点 愿上帝帮助我们 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借由与他亲密同行 成为情绪的好管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